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从现在开始 警备队 守备队 针迹队 警察局 全部出动 一定要找到姜雪原 是 前嫂 前嫂局 你们留下 你们下去 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看法 司令 手下认为 是康连的一次挑衅 也是试探 试探 试探什么 他们在试探 我们打击康连的信心和力度 陈嫂 你说说看 这牺牲了几名帝国士兵 固然可惜 但也未必是坏事 司令您想 江雪原的独立营 前几天还大张其苦地吹嘘 要拿下赵州 结果虚晃一枪就跑了 今天杀了几名普通士兵 就这样吹嘘轩忍 足见他们人手不多 陈嫂 你继续说 前几天是虚张声势 今天嘛 是来搞暗杀 而且还是棺材铺的人 打一枪就跑 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他们也不过是乌合之众 依我之见 咱们只要把黑风领困住 不费一枪一弹 饿也饿死他们 前凡云 帝国失去了几位军人 怎么在你的眼里 却轻描淡写地看成是 没什么大事 独立英尸勿合之中 让我前凡云 你的才能在中国人中 算是出零八催的吗 小道军 你言重了 我觉得陈嫂的分析很有道理 况且他是我们的朋友 我绝对是皇军忠实的朋友 小道军 从现在开始 继续被困黑风领 我拿走 我不不吃 拿走 二叔 妈 难受 我要死 妈呀 我揍你们 小鬼子 你被雷劈死 被水淹死 被火烧死 等老子哪天缓过神来 老子下山干死你们 新母 好歹的老东西 饿死你谁心疼啊 你别拿着窝头不当粮食 现在小鬼子是断了你的大烟 过两天断了你的粮食 我看你吃啥 饿死你 二叔 二叔 你吃点干粮吧 好 现在我们被鬼子围得紧 你别说大烟了 粮食都快断顿了 你吃点 饭 饭啊 哈老爷 我呢 知道你平时都想着粥到 那你 你让我们吃面的时候 你啥时候让我们见过缸底啊 我估摸着 你呢一定在哪个角落 你还藏着点 现在是拿出来的时候了 别等我犯烟淫死喽 那你就只能等着上我的坟上去烧了不 知道不 我没有 没有 真没有了 你就忍着点呗 我跟你说 你现在吵过了这难受这关 没准把这大烟戒了呢 你咬咬牙 你像个老爷们 我哪还有劲啊 老天爷 你们就把我收去吧 把我收去得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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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呀 老爷 那到底有命啊 给二叔拿来啊 那夏天我牙疼那会儿啊 还真留了点放在火柴盒里头 都藏了半年了 我不是不能给他 可是眼下 这小鬼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撤 我这不是想关键的时候 再给他救他一命吗 行了 就给他吧 也许明天小鬼子就撤了 也许我们都没命活到下黑风了 那那痛快一天是一天嘛 想那么多干啥 芬儿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现在是大当家的 那大家伙都指望着你呢 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啊 啥主心骨啊 被小鬼子围着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还竹心骨 现在只能指着姜大哥了 只有姜大哥 才能救我们黑风铃 咋回来 你俩骗啥啊你俩 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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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快 撒手 兄弟 你咋有个人生气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用啥咋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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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把人给我找回来 你干啥看哪 快点去吧 该陪你 陪你 该道歉 道歉 快去 小婉 我会替你杀鬼子 给你们报仇 来 还有没有没吃的啊 有没有没成到的 我告诉你们 不许自己成啊 二十五没吃的呀 还冲着呢 他能不能抽死啊 我就不该把那大烟泡给他 去 把他碗拿来 真的 你吃点啊 老姨 歇会儿吧 别忙活了 让弟兄们自己去成呗 那可不行 国财他们几个还没回来呢 要是让他们成啊 那国财回来 那锅就去见底了 从现在开始啊 白天不出去打探的弟兄 火是得定量 不能放开肚子吃了 快点啊 二十五抽了 抽死了 快点 二十五 九十五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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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还有劲 还有口劲 这口吃你一定要挺住啊 千万不能断了 你说刚才给他大烟泡的时候 还活不乱跳的 这是咋的了 你这老家伙 都会来不过今天吧 这要是有个大夫就好了 可是现在 这事儿哪找大夫去啊 叔叔 你先别哭了 你二岁 你十万我还是走不了 他还惦记这口大烟呢 估计 是见不了阎王的 二叔 传令 你 你干啥来了 我这人有时候 我那嘴巴说话啥的 我今天给你赔个不是 你大人不及小人工 拉倒吧 别提那事儿 好 不提不提 你这是干啥去啊 小老板没了 这戏原作也回不去了 我带他东西回老家去 你现在走啊 不对 我还得干完一件事儿呢 银长让你回去一趟 不是 上 爸 今天我们差点跟鬼子 搜山队打了个照片 幸好我们及时钻进了树林子里 看来小鬼子这回不会轻易把手了 这帮狗日的 对了 家里的粮食是不是不够了 没多少了 不过这些米呀面呀的 倒好解决 实在不行就在林子里下套子呗 只是现在不能打枪 可能也弄不了太多食物 但也不至于饿死 还可以挖舌栋 抓老鼠啊 这是二叔怎么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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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啊 哪 再给你们 干什么呀 должны 派人 自己 石 st 如果再不找大夫 我看到二叔活了就没命了 我带二叔下山去找大夫 你回来斗了 你怎么去呀 我想好了 必须得赌一下 要不二叔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那么多鬼子 你躲得过去吗 一个字 逃 老爷 你去弄两身又脏又破的衣服 快去吧 郭小哥 那你下山以后 去找谁啊 江雪原 现在能救黑风岭的 只有独立营了 独立营的叶大勺会治病 我打江雪原的旗号找他 应该没问题 你 我打你 打呀 打呀 来 你打 你 你们 一帮扁犊子玩意儿 老嘎嘎 过来 打我 我打你 老大 你别闹了你 老乖子 我没跟你开玩笑 咱这是旧二叔 你要是不打我 那能瞒得过小鬼子吗 打 那我就真打了啊 真打 怎么样 你挠我呢 这是打人吗 我告诉你老嘎嘎 你要是不打我 别怪我告诉大家伙 你在树林里拉屎从来不擦屁股 都我树上了 你要我打你是吧 打 你还真打呀 你还真打呀 你 不得淹我打你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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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好样的 接着打 还打呢 打 来吧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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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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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太军 太军救命啊 太军 这山上有土匪 太军 快走 太军我们这儿道了 快点 快点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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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在哪里 太 太阳 清 清 清点 来 太阳 按照周理 家住热河 北沟窑子 象山村 老外博树下草坊第一间 热河 给我拿来热河的新军地图 对对对 对对 向山村 你为什么要下山 太阳 那你得问我为啥上山 我呢 半年前跟俺爹 上山去采甘松魔 被土匪劫了道 那你得问我为啥上山 他们呢 让俺们给家里写信 每个人得交五百块钱赎金 俺说没钱呢 那他们不信 结果这一关就是半年 这不前些日子 俺爹病重 都快死了 我就要求他们 我说把我们放了吧 他们说那你下山也有鬼子 不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鬼子 我是一直是说黄军 是他们说鬼子 是说山下山下有有有有黄军 你下山也是死 我说下山死就下山死 那起码离家近点是不是 这不昨天嘛 他们土匪断粮了 怕我们在山上浪费他们粮食 把我打了一顿 就撵下来了 他们说你认识下山的我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把我眼睛蒙上了 用绳给我拴上了 这不到半身腰的石头那儿 才把我放了 你敢对我撒谎他 太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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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下得行啊太军 太军 你这刀一动 俺们爷俩的命 可就都交代在这儿了 太军 你看 俺爹都病成这样了 俺不敢撒谎啊 太军 你 那黑风领的土匪都不撒谎 黑风领的土匪 哪里都不撒谎 他们说 山下有鬼子 不是 山下有皇军 你下去就是死 看来 他们说得没错 俺们爷俩 真要死在这儿了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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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了 黑风领的土匪 撒谎了 太军 是不会杀害梁耀明的 谢谢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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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 报告司令 对黑风令的合伪已全面围成 黑风令山上态势平安 请求司令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赵道军 我们现在任务的重点 都在黑风令 而在赵州城 叶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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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生 看啥 叶长辉是你叫的吗 要办除掉去啊 放屁 你才是乞丐的 把你们长辉过去叫来 叶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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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你 是 你咋不认识我了呢 国财吧 对呀 妈 你咋造这样啊你 叶长辉 快 快救二叔 打把手快快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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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雅 你卖太弱了 他怎么哄过去呢 盐饮饭了 毫了大半天了 后来给了一块盐膏 隔一段时间就这样 再要就不行了 你这来得早啊 要再来晚呢 二叔这小命就交代了 来 把方物拿来 你给老方拿 在哪儿呢 爹 二叔啊 你就照上的这个开的药 抓六腹 再弄一个上好的山参 快去了 行 您救我吧 咱能先把他那小命 给他勾回来啊 叶长辉 江上在吗 我有急事找他 他出事了 我估计今天一宿 他也回不来 我有急事啊 我回来了 刘成立呢 他要带小余花的东西 回老夏 老子今天不用神降受了 不念的 我们还需要 再找个官长 大伙儿可都听好了 咱这些阳辜 就是虚张声势 差不多就行了 运掌 打鬼子出来怎么办 打不打 你放心吧 这大半夜的 小鬼子说啥也不敢出来 关北 请回来 好 走 走 走 队兄啊 别的不赖人 靠你赵人都不赖过 走 快 同志们 朝的城门楼子有两个地方 这位 把下走入城 同志们 通过 通过 把下走入城 走 没事 没事 报告司令 承安发现抗连进攻 抗连工程 是 可能是抗连的主力 从蒙昊几枪 还有几个连队在城上调走 老板 他还能打 天亮之前 故意赵中城 打下赵中城 同志们 撤 你们都定好了 你们坚守各自的位置 在我们的刀打之前 谁也不许出城 如果有人为力 你也杀了 打下赵中城 打打一个 对了 差不多了 准备撤 警察 这几几点别撤呀 就是了 少看娘的废话 知性命 好 撤 全都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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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司令 考虑阻力工程 现在已经被我们进队 抗连阻力 赵州城出于满洲腹地 怎么会有抗连阻力 不到天亮 不得开城门 关门出门 抗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 日本亲历着 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为了迎接抗战的全面胜利 从现在起抗战 将许元奉命不力 收复赵州城 来人 把他的货撕掉 得得 江许元独立英 难道不是虚张声势 是 杰桑 是 出城搜索 找到江许元独立 攻击的位置 是 走 到了 宋剑 发现有个铁头 里面有鞭炮 相选独立鹰 也只不过是些 上不了台面的江湖杂耍罢了 来 来 来 二叔 二叔 你醒了 二叔 二叔 我 国财啊 国财 咱这是在哪儿呢 这是亦然贵的店里 二叔 你终于醒了 二叔 擦眼 难受不 难受 别死都难受啊 我的眼睛呢 把我的洋火盒拿来 再给二叔 点上一包 二叔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抽烟 二叔 大国财 毕章会 咋样了 醒了 挺好 咋的 二叔 挺好 脸色好看多了 二叔啊 你这大眼泡还想抽 别抽了 再抽啊 你那个老命就没了 好 我二叔啊 只要有一口气在 就得留着半口气抽烟 是吧 二叔 说得都不错 这抽烟跟活命 对我 都是一顶一的重要 重要 不能抽了 二叔 这回多亏了叶掌柜的照顾 咱得记得这份情意啊 你竟说外的话 你这不自己人吗 那这样吧 郭蔡 近两天呢 你们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 外面事我安排 如果有什么动静 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你认为 谢谢 属下请司令迅速下达出击领 把黑风领扇飞 一举四平 以便把大部分调防部队 撤回赵州 解决赵州城 陈防空虚的问题 确保万物一失 黑风领扇上达出击领 黑风领的敌人 黑风领的敌人 我们还要采取 为耳不肩的方式 我们还要采取 你手决定 你也要采取 四平 就等着我们用筷子吃掉了 国财 你看谁来了 二叔 你们咋来了 这咋的了 江院长 黑风领被鬼子围死了 你赶紧想办法吧 要不我那几十号弟兄 就得被活活困死 凤儿呢 还行 为了节省粮食 每天只吃一顿稀的 这小鬼子这招啊 挺损的 不过还好 昨天晚上呢 我们弄了他一家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估摸这小鬼子啊 这会儿应该是往回撤了 太好了 那咱们赶紧上山去见他们吧 好 要想出城的 那就按通 通匪论处 你让我过去吧 我哪儿回娘娘 是 可以 看来出城是出不去了 你这么大 先回百夫龙 我去打探一下消息 我没回来之前 一切都听叶掌柜的吩咐 记着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嗯 你们的计划被鬼谷给看出来了 他们现在把城给封了 严禁任何人出入 我也很难打听到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几次呢 你干得不错 独立应会记着 谢谢江警长 不过按照以往的惯例 他们会在戒严之后 对全城进行挨家挨户的大搜查 你们可得多加小心哪 这是挡着不让人进来呢 还是关着不让人出去 那 您觉得 这二者有区别吗 有区别 要是他关着不让人出去 那就说明他们马上要对黑风领下手 可是小岛从黑风领回来了 看他的部署 不像是要对黑风领马上下手啊 那就好 那我就再给他尝出好戏 冯儿 来 吃就吃着吧 怎样啊 你不吃 大火也不吃 你说煮了一锅子棒面粥 现在还剩一半呢 我这心哪 扑通扑通直跳了 也不知道国财 能不能闯过鬼子这一关哪 国财他是条汉子 老姨 不用担心 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 熬过去 这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也上不来 粮食都快见底了吧 顶多够两顿的了 现在就看你派出那个兄弟 能不能打些野物回来了 现在只能看江大哥的了 你赶快吃点吧 你再饿下去 等你那江大哥杀上来呀 我看你也没服气 睁眼看见他 大当家的 说 大当家的 万命枪子 打得挺密集的 大当家的 小鬼子 又有了 有他们都不去 但这个警察 他没想到 你趁这个警察 他没想到 你先还是安装 他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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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去 我要回黑风领 清楚黑风领的道路 都要鬼头疯了 你干啥去 你自己看看 鬼头在山口 都安营扎寨了 那是要做好 长期围困黑风领的准备 你自己进得去 进不去 就算你进得去了 怎么出来 是一帮铁头子 你说 你回去干啥去 我要拿回我的长相 杀鬼屋一郎 你 你回去干啥去 我要拿回我的长相 走 二董 干啥呢 没事 卖单 二董 上外面盯着点 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 师傅 这些人是干啥的要 天天来白吃白喝的 小兔崽子 不该打听别瞎打听 赶紧去 回来 眼下的 鬼子派了两个中队围剿黑风铃 那黑风铃可是咱的根啊 要是让鬼子把他产了 那咱就完了 我的意思 趁着鬼子在城里边冰一空穴 咱就狠狠闹他一下子 出手越看越好 咱给他整腾了 我看他就不信 他不送黑风领车柄 对呀 他连窝都没了 肯定往回撩啊 连长 咱几个没说的 你说吧 咋看 杀鬼谷一郎 好啊 咱就搬眼去挂地 挣大了 挣大了 鬼谷一郎这个挂 可不得好帅啊 连长 从哪儿下手 这个老别犊子 就喜欢抛戏园子 只要他再敢进去 我一下哄了他的脑袋 那以前鬼谷看戏 那是为了小玉花啊 那现在小玉花死了 这还能 能 能去戏园子了吗 那儿 那儿 还能去戏园子了吗 这儿 这儿 你 你 我 那儿 你 远程聚机 我来 长大 你听好了 一强批命 好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谁 走完是一步 光荣的羡慕 有你陪的路 苦也不孤独 一条没人能回来的路 义无反顾 不怕辛苦 一场不论公平的战役 为你像沙地 眼看斩火烧四方 从眼眶 遍天上 却不投降 我用尽最后一口气 平一回 刚的翅膀 用希望飞翔 我用尽最后一口气 不论公平的战役 为你像沙地 满天下着黑的雪 天地间 满梦闯雨 无人看见 用我满山的热血 来欢回 满山片野 永远的春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